哈嘞大家好我是我是Kate之丁 今天我们频道来了一个重量级的嘉宾 欢迎 严毅格 嗨大家好我是严毅格 严毅格来我们的频道 当然没有办法让他这么轻松的 度过这一集 我今天不是来吃美食了吗 今天会吃美食 可是要看它可不可以成为美食 要来做这个手工的意大利面角 它是叫做 Annualotte 是一个小小的面角 你把它当作是意大利的元宝水饺的概念 最后呢我们会把这个意大利面角 配上一个番茄的sauce Proschuto然后当作一份关键的餐 Nice 好期待喔 准备好了吗 好 Let's go Let's go 好我塞在这边呢就是我早上已经先做好的面团 根据我们之前在影片里面有介绍过的 Thomas Keller的食谱制作的 这个面团呢我们等一下就要来把它 擀成面角的这个厚度 准备好了吗 耶 好那我们开始吧 我先在手上沾一些面粉 然后我们的桌面先撒上面粉 就切我们今天需要的分量就可以了 剩下的我们就继续把它冷藏保存 你一份 我一份 好擀面非常需要 哇好久没用到这个东西了 我上次擀面跟用到桌上的这个东西 是我小学的时候 小时候我外婆很喜欢面食 就是烙饼啊或者是意大利面 然后她都会自己弄你 然后小时候就很喜欢去转这个东西 就觉得很好玩 刚好跟严一个人聊一下 就是你对料理的经验 非常的丰富 嘴巴非常的丰富 就是到处吃 然后手都没在动 因为我比较懒惰 而且我是急性子 就会觉得要备料很费功夫 但是我很不在意洗碗 所以假如说你今天都做了一大餐 然后可能有十几二十个盘完 我可以洗我完全不会冒败 我知道你之前有在波士顿大学念书 那在念书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就是自己下厨的经验 一定有还是会啦 可是我一定会以最简单为止 就是菠菜切切洗洗炒 顶多弄个garlic 或者是煎鸡胸肉 或煎鲑鱼炒个蛋 就是很简单的东西 好我们现在呢 是先来擀面团 好 只是先稍微擀成一个 可以进这个擀面肌的厚度 畅调的形状 好 来试试看 在做料理的经验当中 有没有一道你自己觉得 哦你的定番菜 可能就是海鲜汤吧 因为就丢一丢进去而已 哈哈哈哈 火锅的概念 对可是我很喜欢就是做早午餐 scramble egg 因为我觉得scramble egg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我之前就是跟 Wern Ramsey学了一下 它的炒蛋就是很胖 可是很好吃 现在我们这个 稍微擀成型的一个面团呢 我们就可以进擀面肌 我们现在就这样子慢慢的 先从零这个最厚的厚度开始 一直到7 这很疗愈欸 很疗愈啊 OK我这边已经是先到3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换演一格来弄 好 在葡萄顿有吃很多龙虾 吃超多龙虾 我们大学每个月都有一个 lobster night 反正就是那一天的食堂 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份龙虾 Boston盛产啊 算是蛮幸运的 对 再来我们从4 然后就要一路到7了 嗯 从3以后 它那个薄度就会开始出来 就比较危险一点点 你一个不小心拉扯 它就容易断掉了 但越来越细之后 我们拿面的方式都要像这样子 哦 baby它 对baby它 这个面团呢 我们就是用非常道地的 意大利00号面粉 它非常的细 Thomas Keller食谱呢 非常的奢华 面粉单纯只有用蛋黄来做 一点点的蛋白而已 一般主要用全蛋去做意大利面的话 它可能颜色不会这么的黄 我刚才就想问说怎么这么黄 哦原来如此 嗯 没错 OK OK 进体的计划当中有擀面这一块吗 好像没有 今天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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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我最近做了一连串的youtube challenge 要嘛就是 嗯 跟 皮特哥哥啊 或者是一轮就是骑脚踏车啊 都是很 都是很辛苦的事情 很辛苦的 很难得很难得今天可以这么的疗愈 Oh my god 我的指甲要弄破它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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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登登登登 登登登 围巾一条 好我们在进展到下一步之前呢 我们再来问一下严毅哥一个问题 你自己有没有 超级讨厌食材或是食物 采椒 我超讨厌pepper 好险 我今天还有在想说 我在做这道菜的时候 我要不要用那个 roasted peppers 还好没有 哼 呼 呼 还好 好 那现在我们进展到下一个步骤 就是填馅料 登登 耶 我是用了 碗豆 Mascarpone cheese 最后面包粉 哦 就这三个东西把它 面包粉 为什么要用面包粉 它会增加一点点的质地 会让它比较稠一点点 这边呢就是加了一点点橄榄油盐巴 跟一般的面包粉 好 要不要 欸这感觉很疗愈耶 非常疗愈 哦你很厉害耶 你超级那个 yap consistent 来 啊 换我了 我要先切对不对 已经开始飘移了 有有有 感觉那个直线7秒的部分 但还可以可以可以 挤完内线之后 我们就替旁边刷上蛋液 对折 折完之后 开始去做 小面角的形状 yeah nice 很好 淡淡的就好 不用很多 好 像你今天那一整坨面团 你用了几颗蛋黄 八颗 That's a lot of eggs yeah 我们现在用这个切割器 做出我们样的造型 我们沿着那一条 折过去的那个线 嗯 好玩的地方来了 像这样子 好难哦 这样很容易失败 会爆僵耶 可是好可爱哦 对 再来我们就要用这个 挖过去 and用lotte就出来了 面角现在我们放进冰箱静置 静置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配上番茄酱汁 就会完成我们今天的 番茄酱汁意大利面角 嗯 好我们现在面角已经静置完了 然后 这边呢我准备了一锅滚水 我们把面角丢下去煮 煮熟了之后 把它放进酱汁里 撒上一点 PARMASAN起司 PROCHUTO PASILI 就完成 那我们今天要麻烦 有一个帮忙的地方 就是酱汁的部分 好 SAUCE 这个酱汁呢 我是用番茄罐头 黑橄榄 洋葱 还有大蒜 哦 去给它煮的一个酱汁 那我们现在水滚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下面 煮的时间其实很快 因为我们这是新鲜的面条 所以煮 一分钟 蛤 这么快 一分半就可以了 我们怎么样去判断这个面角熟呢 就它现在都盛在底下 哦啊 浮起 那你浮上来就可以了 跟水饺一样 我们现在就可以给它 下一点点橄榄油 你要跟我讲量吗 我怕我的一点点 跟你的定义不一样 这样 对 多一点也可以 可以 少一点也可以 那以好吃为主呢 好吃为主的话 要把我自如鸽 锅子稍微热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 加一点点的煮面水下去 它现在开始滚了 对不对 就可以开始放酱汁了 好我们shake一下 shake一下 让它均匀一点 对对对对对 我们把火调小 面角下下去 搅拌均匀之后 让它静置个 30秒到1分钟 其实很快速 好我们就这样把它放着 Let everything happen By the way Let everything happen 是我的新歌 耶 耶 谢谢谢谢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可以看到这个 Anna Latte 我们刚刚折出来的那些 绞椒啊 它就会开始吸到 非常多的酱汁 怪不得你会 你会把它弯起来 你会弯一下 折一下 让它有些凹槽动动 都是让它可以吃到 更多的酱汁 cool 对 经过了一番努力之后 我们这一份一拦面角 就完成啦 耶 超级想吃我切很饿 很饿是不是 对期待很久 来开动开动开动 而且竟然我包的也没有爆浆 没有没有 其实我们就只要把它封好 封好之后就不会爆浆了 你看你看你看 可以吗 嗯 好吃吗 嗯 面皮刚刚好 我觉得 然后内馅也很香 又不会过咸 我觉得加Peshira也是 又加了一个层次上去 很好吃耶 你看 甚至把这道菜学起来 是不是就爱上现在的我 oh my god 我要费了 你来之前我很认真的 就在想说我要怎么要拆卷 所以你今天自己 从头这样到最后做完 这道菜 如果我们要说从你的新章集里面去 选一首歌 哪一首歌跟它最像 我觉得很像一首you and i 因为这首歌我写的是想要就是送给 可以结婚的时候用的 然后它也算是送给自己一首歌 就是它很甜蜜 然后它有很多就是两个人相处的一个感觉 好像今天我在揉面团 我一直在呵护它在baby它 对 非常的温暖 嗯 对不对 很温暖 建议大家用这道料理配着you and i 哦 这可以哦 边吃边听 那么呢 我这一次也是这张专辑有做了一连串的challenge 包含就是刚刚有跟大家提到跟Peter哥哥运动啊 或者是Elon骑脚踏车 所以今天呢 有这个荣幸要你的签名吗 要我的签名吗 如果你觉得我今天 你这边已经有先签好了 对 所以今天如果你觉得我的手艺还ok过关的话 就帮我签个名 没有问题 当然可以 耶 谢谢好漂亮 今天挑战成功 耶 诶 那我们讲到现在已经2021年了吗 严毅哥有没有新的计划呢 我觉得podcast吧 因为其实2020年就是做了很多不同的挑战 然后自己也开了一个podcast叫做这个来尬聊 过年后呢 呃 会有个改版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个比较新的样式 但是我们会持续做下去的 那我们就持续锁定严毅哥的YouTube频道 以及他的podcast 耶 谢谢 Let everything happen Let everything happen 那我是Kate思丁 各位朋友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分享跟订阅频道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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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及见 那我们下期再见 不记得